大家好,我是1A班的借卓升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温雜IS4的心得 首先,上课要认心地听书 又不明白的地方就要问老师 其次,功课要用心地做 以确保自己掌握到上课学的重点 第三,当有密书或者测验的时候 要用心地温雜 那令考试前温雜会轻松一点 第四,除了温雜作业的重点之外 又不明白的生字都要查字典 好像这样 这就是我的温雜心得 多谢各位 大家好,我是1C班,朱成俊 我今天来介绍的是IS4 首先,我认为IS4最重要的是背诵的方法 我认为背诵的方法是 只要温雜到第一个重点之后 就去另一个重点之后 再回去的第一个重点温雜 直到自己完全记得之后 第二,在上课期间要抄符记人的重点 如果问题太复杂了 你就可以用图案来表现出来 例如人体的器官的構造 第三,我们温雜要有休息时间 但是休息时间不能超过你读书的时间 期间更加不能看手机 因为这件事会令你分身 而且令你之前学的东西很难记得清楚 最后我希望你们可以在最后再重新 用你们自己的理解人的思路 做一个笔记出来 用来概括你们学之路的知识 今天我的书分享完畢 多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温雜班的邓沛希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学习心得 就是迪劳科 小小的时候我和姨妈一起住 姨妈在工作上都需要用电脑 而我对电脑很好奇 所以我会常常坐在她的旁边 就会看着她用电脑来工作 在小学的时候就因为没有电脑堂 进来罗中就有电脑科 感觉很开心和很兴奋 但是在初初学习的时候 就感到很困难的 加上有些单元就需要用到英文来到去学习 那就难上加难 我就会在误息的地方 就会主动问老师 然后之后我就会再写在我的笔记里 我今天带了一张我的笔记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初初学习的时候的笔记 另外就是在我的温雜上 我也有一些策略 就是首先要先熟熟所有的英文单词 然后再仔细地再温雜内容 这样你温雜它上来就会简单很多 就会容易入脑的 那记得在上学期考试 出带来的成绩是我也很满意的 那次我就明白到自己的努力是不会霸废的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一些策略 希望大家在温雜上面和学习上面 都会简单很多 不会感到很困难 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完了 多谢 大家好 我是1D班的孔逆朗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 我在电脑科的学习心得 首先我建议大家 在闻完这天电脑之后 可以在凌晨前十分钟 和起床之后的十分钟 分别去温下其加深记忆 那我们可以将考试范围抄三次 去加深自己的记忆 如果觉得太难的话 可以将抄下来的范围 转到自己明白的字词 去加深自己的了解 如果我们一旦遇到不明白的字词 一定要查字典 或者去问老师 跟着 字学文章答案通常 就会在大群舞里出现 所以一定要看多些字学文章 才不会在最后的部分失分 在CS成一书 我们一定要记清楚 硬件的字词和识串字 还要记得硬件和硬件的定义 这些希望大家可以在电脑追踪得好的成绩 多谢各位